各位新春快乐,希望大家万事如意身体健康 出了一条签,解释来玩一下 以往在香港教书的时候,都经常读学生玩这些东西 这条签出来了,这四句主句,很多人都解释了 我发觉我一看的时候,后来听到人说,就好像有点不同 这条签是说香港的,他为香港求的 但是我们经常听说,香港是中国一部分 不学分国一部分 今年说得很疼,这一两年 其实我又觉得,既然你是这样说的时候 这条签就不单止再说香港了 是说你立在自己袋里面的中国 所以,这样解释的时候,我就觉得反而会痛一点 随随说,用玩笑的角度去解释 第一个字,下手需教一着 下手,很多人就说放弃下去 但是,其实你看看,查看字典都可以 就是,如果你说落棋的话 是我们叫下指,或者落指的 就是,这个 下指,或者落指的 我们不会说下手的 下手是说你做一样东西的 下手,什么时候下手 什么时候下手,什么时候下手 如果放棋在盘上 是说下指,或者落指的 下手是什么呢? 就是,两个人下棋 差的那个人,就是下手 旗艺高的那个人 就是叫上手 所以呢,就是这里说下手 就是说,乘棋的那个人 那,仙,仙这个很有趣了 什么叫仙呢? 那,足为棋 有个故事的,有两个棋神 那,棋神,大家一起足棋 那么呢,握着黑棋的棋 他当时,很多人 现在是黑棋行先的 古代是白棋行先的 那么,那个棋神呢 就放了一只棋 在棋盘上面 那么,另外那个棋神呢 就想了很久 于是呢,就拿了几只棋 放在棋盘上面 就说,我认输了 那么,那,行先的棋神呢 就说,嗯,你想得对了 那么,原因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你,如果你行先的话 如果你是神先 永远不会错的话呢 行先的优势是永远不会流失的 你一定赢 那,所以这里呢,就很明显了 就是,你作为一个差点的对手 就会被人让,行一着先 一着,即是行一步棋 行先一步棋 好了,那这里就很明显了 为什么我刚才会说 这条线是说中国呢 就是,你下手,即是有上手 你即是有对手 你的对手是谁呢 香港,那么,如果你说,喂 香港的对手是中国 中国没有让过我们 那,反过来,你再看广点 中国,喂,他有人让了他的 是吧 在外面,乱禁离,乱禁离 大家都,哎,直眼开,直眼闭 是真的让了,让了他 行先一着 而且可能 而现在,明眼人看 不止行先一着 所以这一句,这一句里面 就很明显就是,其实 你是一个下手 你的对手已经让了你行先一着 不过呢,你乱来 结果呢,你就算搞多少东西 那个,那个,你在后面 策划多少东西都好 你到最后都是,都是徒而无功的 而这些东西呢,你搞的事情呢 就好像即身挤火一样 那这句话呢,他原先那个 典故是,很多人都说了 是即身挫火 那那不是,他是分别人 呢,我的弓相当 是否应该说 那,我又觉得 不是错的 因为,即身挫火 就是说 把柴子,肯定 去掉了 就这样放在火上面 那呢 就早就算你不是一时 生克较月 会 reaction 那你早晚都会燒和金的了 那那呢,即身挫火的话 就是你不知道 你自己,你是无意 你不知道 你是放在上面,你狠狠的 那烧水 烧死你的话,最多是你知 是只能够演一句,哎呀,为什么这么笨呢 但是拿火呢 就是 你拿着柴呢,扔到火那里 已经几获的了 获获都应该出事 但是获获还未出事 那即是说迟了出事 那这个烈火即是说 这件事不是被动那么简单的了 而是 可能你根本上就是主动去搞事 主动去聊事 那又跟中国现在的局势 或者这十年八年的局势 很近似 好了,那色者能知 火未 第二 色者 就是那些 知道发生什么事 也都知道那个问题在哪里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出不了声 或者不出声 那些人 那不外乎几种人 有些是衰衰的 看你死 我们小时候出来做事 都会遇过这些人 你不懂做那件事 于是推了给你做 你做的时候 自己想了些狠狠的事情 那些人就跳起来看电影 另一种就是 你拿了些东西做 就连少气盛 不听前部指点 又不理别人说话 于是那些人 也都免得骂你 于是 看你怎么做 结果你当然是 罵我这样的了 另一种就是 你跟他说 他打到你飞起 又罵到你死 你意见不动 他又立刻就 就迫到你走迟都是 那于是 你就唯有 做一个选者 站在那边看他 看他怎么办 那今天是什么局势呢 大家都知道 那 所以这个签 我就觉得 你说是香港 没错 但是 中国确定说 香港是中国一部分 那我就觉得 其实 从那签 签的意思去解释 我觉得 是说 中国和世界的 局势事情 尤其是第一句 已经说了 说了 说了 那个 一盘棋里面 两个对手 两个对手的 一个局面 而且是 哪个上手 哪个下手 都说得清清楚楚 所以 新年 假的签 当是个人 亦都当是 发泄一下 听了 觉得个人 就开心一下 咯